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假设我已经有账号了 那我该怎么样上传文章,然后来去解读我的报告 OK,那上传文章之前呢,要先跟各位提醒的一件事情是 我们在使用Train的这个系统,它的浏览器的环境 能够使用的浏览器是左边的这四个浏览器 那应该是跟各位在Windows系统目前会看到的都是不陌生啦 例如说Google Chrome啊,火狐Firefox,或者是你是Mac的话 Safari,以及我们每个Windows现在都会内建的Microsoft Edge这个浏览器 那唯一不要用的呢,是已经走入历史的比较旧版的Windows浏览器 这个IE浏览器,如果你用它来操作的话 如果你用一些比较旧版本的Windows,可能还有它 那你点它做操作,可能会碰到一些上传问题或是卡住等等的 我们就建议大家还是需要特别留意一下这个使用环境的部分 那再来呢,再来复习一下该怎么样登入本系统呢 刚刚我们在忘记密码的部分有稍微提及到 没错是一样的,我们要进入到那个蓝色的画面来做登入 那首先呢,还是从它的官方网址 三个W.twin.tw或是.com是国际版的 那你点选登入的地方,就会进入到有很多不同的系统的名称 那请各位就点选有Turn It In相关的这个feedback studio 下方的登入资讯这里,你会看到蓝色的登入画面就显现出来了 那这就是未来大家日常要使用它登入的地方 可以把这个画面加入到我的最爱或者是书签 以立你未来比较好做直接的点选 然后就能够输入你的CYCU信箱 跟你个人的密码按下登入 就进到系统当中了 那进入到系统以后呢 这就是我们的学生首页 是一个蛮简洁的一个画面的 那稍微介绍一些基本的按钮功能 第一个平台语言的切换 那像我们在座有一些国际生的同学 那他如果习惯使用英文或者其他语言的话呢 可以有20种不同的语言界面的切换 那再来的话下一个是中间的这个叫课程的列表 那课程列表呢 就是由各位的系组的 例如说老师指导教授 或者是刚刚讲到的系组秘书 或者是助教等等 他们在开设一般你在上课的课程 或者是比对课程 然后把你加入进去 你就会看到说 有这样一条一条的一个课程的列表 那因此每个同学 可能你被不同的老师加入到不同的课程 所以你看到画面的中间那个资讯 也会不太一样的 那在每一门课程 他的后面都会有指导教师的名字 就是开课者的名字 你就能知道说 哦原来在这个系统上呢 是哪一位的老师 在处理这个training的行政流程 或是这相关的课程的设定 那如果任何疑问的话 就要去找他们 像刚刚可能同学针对说 哎我系组是助教 可能助教在开系组的比对课程 那我对里面的设定啊 有任何问题 我能用到多久等等 就请你再去向那位的 挂这个指导教师名称的人来做确认 那一旦课程的状态 他是过是启用的话呢 代表说是可以比对的 启用后 我们就能够点进去来上传论文 做比对 或者是上传老师要你上传的作业等等 那如果他显示为过期 代表说 哎老师或助教呢 他在设定training系统的课程中 已经超过了这个特定的截止日期了 那是由老师这边来做调配的 例如可能是某个学年啊 或者是已经过了这样子 好 那无论如何 这些过期的课程中 我们是不能再上传新的文章的 你只能够去查看旧的 以前的比对记录的报告而已 也可以下载旧的结果 但不能做任何的新上传文章去覆盖掉它 那最后的话 请大家不要按到这个垃圾桶 叫做退出课程 你如果按下退出课程的话 把自己从课程踢出去 那你先前上传的记录就会消失不见 那还要请我们老师或助教 再把你加回来一次 也蛮麻烦的 东西还可能不知道会不会不见 所以请大家千万不要按到 后面的垃圾桶的图示 那以上就是很基本的 我们学生的一个首页的画面 我们学生的一个首页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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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页